午饭啊 吃什么冰淇淋啊 午饭为什么不可以吃冰淇淋啊 你三岁小孩啊 在你心里 难道我不是三岁小孩吗 你要永远爱我 宠我 不许欺骗我 你们去那边 那我们去那边啊 你们去那边啊 拜拜 我们一起 你要急 一会儿电影院去 走吧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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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什么 走吧 你刚刚怎么没去电影院等我 你刚才跑什么 我刚刚是在寿司店门口 看见咱们家粉丝了 我才甩开你的手的 你干吗 你到底怎么了 买口罩做什么呀 体贴你 我见不得人 陆思诚 说话呀 到底怎么了 因为长得丑 不配泡头露面 陆思诚 你别生气了 好朋友 我刚刚不是那意思 干吗 好了好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能不能放过我 刚才粉丝在那儿 看见咱俩手拉手逛大街 像话吗 还记得我给你看那些粉丝的评论吗 人家不接受你有女朋友 不接受 我又不在乎 把口罩还我 你不在乎 我在乎 我不是怕他们像对陈静阳那样对我 也不是怕他们说我不好好打职业 只知道勾待他们男神 我只知道 自从你打职业到现在 从来没有人说过你哪里不好 哪怕是专门喷人的竞犬养殖场也没有 所以呢 所以我不允许自己成为别人喷你的突破口 你就是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我也有 就是你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 如果对我评价是正面的 那我很高兴 但我的行为不会因为这些而被道德绑架 你明白吗 评价口碑 是因为我的行为产生 而不是因为我为了这些产生对应的行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只是喜欢上了一个小姑娘而已 我又没做错 你干吗老那么紧张护着我 走